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会是一个Evelyn的开箱加试穿 其实我自己的话,我没有怎么买过Evelyn的衣服 一直没有怎么买他们家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尺码该怎么选 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知道他们家的尺码该怎么选 然后就纠结纠结可能也就不买了 因为我们在澳洲嘛,就是换马的话 会没有在北美的小伙伴换马那么方便 那我在5月中旬的时候 然后就是收到了Evelyn他们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我今天就是会试穿一下我这次收到的一些衣服裤的鞋子 然后跟你们说我的一些穿着感受 还有尺码建议 所以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我们就先从我身上穿的这件毛衣开始说起吧 虽然现在就是北半球都是夏天了嘛 但是我们这里是冬天还真的蛮冷的 所以我拍视频就先穿了一个毛衣来跟你们录 我好像是没有穿过粉色的毛衣的我印象当中 然后我这次就是看到官网图 就觉得这个粉色还蛮嗲的 然后我就选了 我这次其实还另外选了一个粉色的衣服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T恤的颜色是要比毛衣的颜色好看的 就是它会更灰一点 但是假如没有对比的话 其实这个粉色还是蛮好看的 我妈妈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就是说她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这个版型也很好 是那种有点阔阔的方方的 然后就是应该是很遮肉的那种 我个人的穿着习惯呢 就是这种偏肉色的衣服啊 包括什么杏色啊 鸵色啊 这种粉色之类的 我都是会在里面加一件白色的T恤这样的穿的 因为我觉得假如不穿一个白色的话 就是它这个衣服会和肤色非常的相近 但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会不太显白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我穿这种就是什么肉粉色啊 杏色鸵色的都会在里面穿一个白T恤这样子 这个毛衣的话呢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毛衣 它都是棉线的 因为它不含毛的嘛 所以是完全不会扎皮肤的 假如不穿这个白色T恤的话 单独穿我觉得也可以 不会觉得不舒服什么的 其实这件我觉得我颜色选的不是很好 它还有黑色浅灰色藏青色白色 今天要来给你们看我这次收到的衣服里面 我最满意的一个单品 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条裤子 这个裤子我感觉是新款 因为我看好像都没有评价什么的 这个裤子我是卷边的 我卷了两道 如果是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的女生也是需要卷的 因为它如果不卷的话 我放下来给你们看 就是已经拖地了 很长的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就是喜欢这种 长一点的裤子 然后穿个什么高跟鞋什么的 就会显得腿很长这样子 这个裤子尺码我选的是第二小的 零号 我当时买之前特别纠结这个尺码该怎么选 我就特别害怕会买小 然后后来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选了一个第二个小的码 没有选最小的那个码 松紧腰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 我的腰围是64厘米 63 64厘米 然后选的是第二小的码 刚刚好 我觉得假如是90斤以下的 可以选最小的那个码 为什么会最喜欢这条裤子呢 因为首先它是松紧腰的码 它很舒服 其次是它是一个就是大直筒的裤型 就是对于像我这样子就是什么屁股大 大腿粗啊 小腿粗小腿弯的这种人来说 这种直腿的裤型就是可以完全的遮住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条裤子 我现在换上了一个非常基础款的T恤 它是这边带个口袋的 然后它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身上这个是S码 我选的不是特别小的码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绷在身上的 它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 这么一个T恤的版型吧 这边有个小口袋 我除了选了一个灰色之外 还选了一个纯黑色的 上身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黑色实在就是显不出来任何细节 所以我就不给你们上身试了 这个是100%有机棉的 价格也很便宜 也很舒服 除了我身上这个版型之外 我还选了一个这种更加轻薄的 更加oversize一点的 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这一件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是那种烟粉色 比较雾 比较灰的那种粉色 我是把两件都叠穿在一起了 里面是一个白颜色的 要是单穿白色的话 我觉得有点透 因为它真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薄的 特别特别薄的材质 所以我觉得白色不是非常适合单穿 更加适合做内搭什么的 我里面白色选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是XXS的 然后我外面粉色选的是一个XXS的 就是稍微大一点点 这款的话就不用稍微选大一点嘛 就按照正常的尺码来选就可以了 这是我这次唯一选的一款衬衫 衬衫我选的是最小码 因为它是oversize的嘛 所以我就没有敢选的太大 因为我看它的那个尺寸表 它最小码长度也有72呢 但是对于我这么一个身高 只有1米55的女生来说 我没有觉得这个油很长 我觉得我穿再稍微大一码都可以 都没有非常的大 来再给你们近一点看一下这个面料 这个颜色还有另外一个版型的 如果你不喜欢oversize 可以选那个常规版型的 真的特别的舒服 拍出来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面 但是摸上去的话就是那种 很顺滑 就是还有点绒绒的那种 这次我一共选了三双鞋 这两个是同款 我的脚趾很红 因为真的很冷 这双鞋的话价格是美金88 奥币的话是136刀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质量 这个皮质在澳洲136刀买不到这么好的鞋 平心而论 这鞋我超级满意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鞋的尺码有一点点的偏小 我的脚是36码的 然后我穿任何鞋子都是36码的鞋子 这个我也选的是6码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拖鞋 它有一点点小 就是我的脚后跟 感觉好像快要出来了 我觉得假如选6.5码的 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 更加好看一点 这个裤子我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颜色 是前卡其色的 我本来是想选一白一黑的 可惜就是白色没有货 我平时可能就是背一个同色系的包这样子 然后我就可以出门了 这就是我平时的大半 很喜欢这样的色系色调 就是非常的温柔吧 然后又很舒服 裤子的话你们是觉得这个颜色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没有黑的显瘦 但是这种卡其色也是非常好搭配的 是不是 我现在是觉得我是买小了 但是不知道它穿一穿这一块会不会稍微再松一点 如果再松一点的话 能再往前伸一点的话 那这个6码就还好不是很小 现在的话是觉得稍微小了一点 我现在换上了 我今天想试给你们看的最后一件 它的材质也是这种棉线针织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拍那个优衣库U系列 不是有一个黑颜色的针织也是棉线的吗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黑色针织 我就是想把它选来 然后跟那个优衣库那件做一个对比的 那个因为是男款 其实那个款式是非常大方的 但我上次也说过 就是它那个针织面料特别的硬 但是这个的话就不会哦 这个虽然它也是棉线 但是它是那种很柔软的棉线 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它的这个黑色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它不是那种乌黑哦 它是那种水洗过的那种黑 就是有点像藏青或者像生灰那样子的 就是一个很阳气很好看的黑色 个人觉得这件衣服是比较显气质的那种 我这件没有选的很大 这件我选的是XS嘛 就是第二小的嘛 我觉得就是刚刚好 然后它还有一个细节 它的这个边边 它这个侧边 它是前短后长的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虽然好像很普普通通啊 但是它的这个上升的效果 我是非常满意的 显得人很瘦 你们发现了吗 这件衣服 看起来小 我刚开始拿到时候 我就觉得这么普通 这么小啊 但是一上升之后就觉得 哎呀这件不错 这件我冬天应该会蛮经常穿的 这个是我昨天刚买的外套打六折的时候买的 好看吗 最后还有两件衣服 我有点不想试了 本来我是对它们就是期望值还挺高的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这种胸前戴扭扣的衣服嘛 但是收到之后就是太小了 就是穿的有点像那个棉毛衫的感觉 如果你们知道棉毛衫是什么的话 但是这款有一个很值得说的点 就是它这个面料 是那种recot再生棉做成的 然后它的质感也是非常的舒服 不好意思上面都是狗毛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款式的话 最好就是选的码数稍微大一点 稍微宽松一点会更好看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已经拍的差不多了 我收到的东西基本上都试穿了一下 给你们看 还选了一个包包 然后这个包包就是想要抽奖送给你们的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嘛 可能我不是很方便寄到别的国家 所以这次抽奖就是只针对澳洲的小伙伴们了 我觉得这个包包还挺好看的 名字叫Launchbox 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喜欢这个包包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点赞关注 然后过两个礼拜抽一个小伙伴送这个包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边吧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这个Avelyn开箱 我们就下支视频就见啦 拜拜 拜拜